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是人皆知,何不是肉迷,是个傻皇帝,却很少有人知道司马中到底有多傻,司马中的傻不是形容此,而是从小至里真有缺陷,但他的父亲司马炎坚持立场不立嫌,一直派名士教导这个傻长子,希望通过后天教育改造司马中。 一段时间后,司马炎对何乔说,听说太子最近有进步,你去东宫看看到底,长进没有,何乔发现司马中还是一样傻,就委婉说道,太子圣志如初,也就是和原来一样傻,这下给司马炎都整不自信了,不知道该不该坚持立场不立嫌,太子妃贾南风知道后不干了,司马中要是被废他就做不了皇后了,于是就找了几个先生替司马中作弊,通过了司马炎的考试,就这样傻皇帝司马中登上了皇位, 他这么傻自然也是做不了主的,皇后贾南风把持了朝政,贾南风聪明是聪明,为了夺权,却走向了杀太后的疯狂道路,太后杨氏被皇后贾南风杀死,这一惊天消息瞬间动摇了统治法统,加上司马家以阴谋夺天下,只讲孝道而气忠意,贾南风这一闹,连仅剩的一点孝也没了,各地藩王自然学的有模有样都来争权夺利了,先是赵王司马轮入京,杀了皇后贾南风, 西晋王朝中枢沦陷,八王之乱由此开始,接着其王司马炎不服了,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,河坚王司马鱼,长山王司马懿,一起打败了赵王司马轮,自此西晋王朝陷入了藩王自乡残杀的乱局,而傻皇帝司马中也成了他们的傀儡, 为了让这个傀儡更好看一点,他们选了名门出身的杨县荣做司马中的皇后,而且皇帝是神圣不能轻动的,皇后自然成了各路野心家颠倒的对象,其王司马炎得意没多久,又被长沙王司马懿杀了,长沙王司马懿还没站稳脚跟,成都王司马颖和河坚王司马鱼又联合将他打败, 为了显示与以往的区别,他们废了杨县荣皇后之位,将他囚禁在金庸城,这是杨县荣第一次被废后,接着东海王司马岳又来讨伐成都王司马颖, 祭拜司马颖后又专门把杨县荣立为皇后,表示自己是正义的,这下和奸王司马鱼也不服了,他派大将张芳直接攻陷了洛阳, 鲁司马中去长安后又废了杨县荣皇后之位,这是杨县荣第二次被废,接下来就更乱套了, 皇帝司马中被抓到长安去了,留在洛阳的那帮人呢,就只能在杨县荣身上打主意了, 上书蒲叶寻翻他们又把杨县荣立为皇后,这是为了表明洛阳朝廷才是正统的, 可谁知道呢,这时候张芳又跑来了,第三次把杨县荣的皇后位子给废了, 就这么着打击洛阳朝廷的正统性,随后,历劫将军周全率兵前来, 又一次将杨县荣立为皇后,企图和长安方面平起平坐,分庭抗礼呢, 可没成想啊,张芳的大军还没赶到,洛阳县令河桥就把周全给打败了, 这样一来,杨县荣就第四次被废掉了皇后之位, 几番来回折腾之后,和奸王司马虞也觉得厌烦了, 于是就派人用晋惠帝司马中的名义颁布诏书, 杨县荣多次被奸人用力,洛阳朝廷得把这个无辜的女子给杀了, 还好有东海王司马虞挺身而出,战胜了盘踞在长安的河奸王司马虞, 还把晋惠帝司马中迎回都城洛阳, 于是杨县荣又被立为皇后, 在这期间,杨县荣就像梅根的扶贫一样, 已经经历了四次被废后卫,五次被立为后的波折, 而他那个傻丈夫司马中根本就靠不住, 可命运的作弄还远未停止呢, 霸王之乱中那些自相残杀的行径让汉人血流成河, 而胡人却趁势崛起了, 男匈奴王刘渊, 他可是莫读缠鱼的后代, 因为娶了刘邦宗室的女子为妻, 所以在归顺中原之后就以刘为姓了, 当初曹操把男匈奴分成五部的时候, 刘渊的父亲刘豹统领的那一部可是其中最大的一支呢, 刘渊死后, 四子刘聪杀掉哥哥自立为帝, 永家五年, 征东大将军王弥, 刘渊的侄子龙襄大将军刘耀和石乐河滨攻破洛阳, 刘渊看到杨县荣, 剑家人雍容典雅, 风华绝代, 不由喜上眉梢, 于是把他带到平阳, 并立为中山王妃, 史料记载, 刘渊从小便胆大镇定, 八岁时闻迅雷而不变色, 成年后高大鹦鹉, 相貌奇异, 而且性情唾弱豪迈, 能闻善武, 供于秦书, 由善草书立书, 一剑能洞穿一寸厚的铁板, 有神社之称, 看来, 这位刘渊无论外貌还是内在, 都比杨县荣的前夫敬惠地强, 杨县荣成了刘耀的俘虏后, 被刘耀纳为妻妾, 就这样第五次丢掉了皇后之位, 杨县荣身份特殊嘛, 刘耀可来劲了, 兴致勃勃地问他, 我跟你之前的丈夫比起来, 谁更厉害呢? 杨皇后求生欲满满, 金句频出, 第一句就对前夫暴击满满, 他怎么配合您一起被谈论呢? 然后解释道, 您是开国圣主, 他是王国匹夫, 妻子儿女都不能保全。 虽然贵为帝王, 妻子儿子却被身份低贱的人侮辱, 接着又捧了刘耀一句, 我被俘虏之时都不想活了, 哪能想到还有今天, 此时以为刘耀的皇后最后话锋一转, 对前夫做出了最后一击, 我生于高门大族, 只以为世间男子皆如此, 自从侍奉你以来, 才知道天下有伪丈夫啊。 金句帝若附声听闻此言, 当藕血三斗而死, 刘耀对杨县荣宠爱有加, 他之前的妻事从此被他抛在一边, 把杨县荣作为他的正妻, 后来刘耀即位后, 杨县也当了皇后, 还多次参与政治决策。 这样, 经过晋朝的颠沛流离, 曲折屈儒等苦难之后, 杨县荣苦尽甘来, 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, 他和刘耀生有三子, 死后葬于显平陵, 是好献闻皇后乱世之中, 杨皇后最后得以善终, 然而, 刘耀和他们的儿子就没这么好命, 刘耀被后召石勒所杀, 成了王国之君, 他们的两个儿子也被石虎杀死, 如果杨皇后还能活到前兆王国, 不知道他会对石勒说什么, 然而后人却没放过杨皇后, 做禁书的房玄陵, 痛骂他献荣性乱, 居辱怡荣, 这句话有点今天不以为耻, 反以为荣的意思。 民国蔡东藩则骂他尾身强弩, 献媚共鱼, 我为中国愧死矣, 五非六历肯定经受很大磨难, 甚至是屈辱, 甚至一度被当作不祥之人, 差点被杀掉, 一代皇后身弱飘平, 生命的每一刻都不曾由他自己做主, 很多人从高位跌到地位, 是经受不住打击的, 杨皇后虽经百般挫折, 都不曾磨灭他的生存意志, 暗夜虽长, 忍耐就能看见曙光, 我们很多人, 特别是中年人, 肯定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, 无论怎么都要坚持, 都要忍耐, 时时劝自己, 一个弱女子都能坚持义来, 而且生命随时都会被别人拿出, 我们处在的这个时代, 不管如何, 中有屋住有饭吃, 会有东山的再起的时候, 不要放弃, 不要抛弃, 咬牙坚持下来, 日子就会越来越好, 要有不到最后一刻, 绝不认输的霸气和信心, 定会迈过人生的坎, 品尝努力拼搏后的胜利之果, 杨皇后的小叔, 靖怀帝也学习了他的求生欲, 却没这么好命, 靖怀帝被汉召皇帝刘聪俘虏后, 刘聪设宴, 又回忆道, 你为豫章王时候, 我到过你那里云云, 回忆了一通, 问道, 你还记得吗, 靖怀帝求生欲也很强说我怎么敢忘呢, 只是悔恨不能此前没认出您的天子气质啊, 刘聪还不过瘾, 继续问道, 你们家骨肉相残, 太过分了, 靖怀帝感慨, 这跟人无关, 是天意啊, 是你应天寿命, 所以我们自相残杀, 给陛下驱除障碍, 如果我们能相互和睦, 陛下哪能得到天下呢, 这段话小心翼翼, 趋以逢迎, 却让人觉得心酸, 然而, 求生欲这么强, 又会说话的靖怀帝却没活过两年, 一年半后, 靖怀帝被刘聪要求轻衣行酒, 然而就近大臣看到以前的国君穿着仆人的衣服, 在为刘聪道酒, 忍不住嚎啕大哭, 这位大臣虽然出发点是好的, 然而却实质上当了一把猪队友, 把谨小慎微活着的靖怀帝给坑死了, 不久后, 靖怀帝被刺毒酒, 十年三十, 靖怀帝死前, 也许想起了当年被自己祖宗俘虏的亡国之君刘善和孙昊, 刘善对司马昭抖了个几领, 此件乐不思蜀, 但是孙昊则直接回对司马炎震慑此座以戴清酒矣的话, 陈于南方, 亦涉此座以戴陛下, 靖怀帝心里或许还有点嫉妒, 这两位都没自己会说话, 却舒舒服服活到老死, 只能说声在乱世有多惨, 乱世里人命如草芥, 普通人连蝼蚁都不如, 乱世里秩序被打乱, 社会规则不复存在, 人的恶行就像本能一样释放, 南无太祖杨行密占领扬州时,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, 命人成立宰杀物, 杀人烟肉, 分发给部队当粮食, 五代十国的政权大都有武将成立, 没读过多少四书五经, 不信什么礼仪廉耻, 他们信奉的是谁的拳头大, 老百姓就怕谁, 谁就能当皇帝, 为此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层出不穷, 乱世里法律如同摆设, 官匪一家难道女昌, 普通人就是待宰的羔羊, 乱世里的普通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, 被时代的浪潮所裹挟, 任凭百步, 他们生如蝼蚁, 行走在地狱之间, 他们生无可念, 死无寸土可安眠, 庆幸, 我们没有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地方, 我们有幸跟随着国家发展的步伐, 生活在一个盛世的和平和安宁之中, 所以要被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 感谢观看